大家好 欢迎来到五步者 这节课咱们在最后说一下吧 就是说咱们练船舞 要有一种心态 这个也是给大家一个好的建议 就是说咱们练船舞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目的 咱们喜欢船舞的人 他其实都有一个情节 就是受什么武侠小说的影响 或者认为咱们传统武术 咱们有多大的神奇 很神秘 有这种情节 这都是正常的 但是说咱们练船舞的话 咱们也要保证一个低调的心态 这个低调的心态是什么呢 有的人说我练船舞 我就一定要打败仙态伯基 其实这种心态和这种观念 其实也是不对的 你练船舞的话 一定要保证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 咱们不跟别的人去比 不跟别人去比 你就是说我自己能超越自己就行了 你就本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 就是说我练这个传舞 我首先我是街头方身 我打一般人 甚至一个打几个我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打这个现代搏击的人 我练得好 也是绰绰有余的 你要有这种心态 而不是说我就一定要打过泰拳 我一定要打过拳击 我一定要打过这个专业职业的拳手 这样的话其实很难做到 就是全网哪个平台的话 所有的老师 所有的师傅 我敢说也没有一个说 我这个人 你找一个这个专业的泰拳 专业的三打队 你跟我打 我能给他打败 谁都不敢说这句话 包括我也不敢说这句话 所以说大家就能保证一个什么心态了 我练这个东西 我除外面不怕事 我能防身 强身健体 还能这个防身 别人一般打我的话 几个人都靠不了我身 而且这个传统武术 它比较适合揭动 一个人打几个没有问题了 这个是 这个没有问题 你又本着一个这种心态 这个首先是这个 你的对实战的一个状态 这个这种心态 就要保证 不要说这个我要怎么怎么超越 但是说你却确实就是 想在这方面奉献出自己的一个贡献 但是另说 但是说就普通的这个习恋者 爱好者 你就本着一个这个方向去练就行 那有人就说 老师那你这个要求太低了吧 其实一点也不低 你现在其实很多 就是 就 这些 这个老师傅 有人说乱拳打死老师傅 这句话其实很对 你就很多这个 练行育拳练一辈子的人 你就是真正打架的话 他有可能连一个流氓的打拨 这很多 这种现象很多 所以说就是你能 把这个 内架拳这些东西运用出来 就是在街头当中 一个打几个的话 你这个就已经属于可以了 你这个东西就没有白练 你像现在我的话 基本上几个人是进不了我身的 我这一台腿 我比较喜欢用畸形腿 我这一个腿一蹬 我能给他蹬出四五米远 你得有这种感觉 你这个出拳的速度力量 不快 你得达到这种状态才行 所以说这个 咱们这个要求不是第一 而是说实际 从实际出发 因为现在这个练传舞的很多人 就真的是来流氓的打拨 就是都没练好 或者是方向不对 你只要能保证 一般人或者是练过练家子的 给你差不多实力了 你能打拨 就有这种心态就可以了 这是咱们这个 一个心态 第二个心态是啥呢 就是说咱们要有这个文化的自信 就是说这个传统武术 它重点 一是这个防身 第二个呢 它是一个强身健体 就是说你练泰拳的话 泰拳手一般都不长寿的 有的时候就五六十岁 基本就死了 这个你练传舞的话 你练好了 基本上你都能严严瘦 你看这些古代练内架拳的老前辈 全都活到七十岁以上的 都很长寿 所以说你想想 这个传舞的魅力 不仅还能防身健体 这个强身健体 还能防身 还能延年益寿 你说它这个综合的价值来讲 其实我感觉它 要比这个现代步级要大 现代步级单纯的就是一种 这个伐身性的运动 伐身性的运动 就是说你这个年轻的时候可以 到老了之后 你这些问题全出来了 而内加拳呢 其实你练到老 它都不会有问题 而且这个会对你身体 会非常有好处 你想想在这个 这就是咱们这个传统武术的一个魅力 这是别的没有的 第三个呢 就是咱们传统文化 咱们民族的一个传承性 其实呢 就我很看重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你要了解 就特别是韩国啊 日本呢 你就能知道哈 这个韩国是台拳道是国术 这个日本呢 是这个就多了 空手道啊 河气道啊 柔道啊 相扑啊 这都属于国术啊 他们都很注重这个东西 从小的话 咱们在学文化课的话 咱们小娃娃就开始学自己的国家的国术了 但是其实这个 全世界的武术的发言力是在中国 咱们中国的武术有这个 这么多年的历史 有这么多的博大精神 为什么咱们就不能给它 好好的传承下去呢 咱们要有这方面的文化资讯 咱们是中国人 咱就要发扬自己的东西 咱们有一个文化的情怀在里面 所以说综合以上几点哈 大家就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 我练传统武术 我追求的不是说完全的 地表最强的格斗术 那这样的话呢 就没有意义了 我追求的更多的是 好多方面的综合的考虑 第一个我可以防神 第二个我可以强身健脾 严年益寿 第三个它是我们国家的国粹 我可以去传承上 所以你要有自己的心态 这样的话 你会觉得这个传武呢 是你的人生中的一部分 生命当中的一部分 才能把它更好的去练下去 好 本期课程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